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光叔 芝霞 求你一件事吧 别让兰飞再替我们工作了行 为什么 你知道她的作用力有多大吗 可是我真的不忍心 在欺騙她的情感 他今天替我异漫 已经属于帮助了我 用生命 才表示他的爱情 但是我不想再利用他了 他不是已经 答应帮助你了吗 可是止涵并没有想要做任何事 他只要不收拾我的身份 就是对我最大的帮助 我真的不能要求他再替我做什么了 我觉得我很卑鄙 光说你能够理解我 我理解你的感受 爸 恐怕我们不理解 也许我们不能完全理解 但是小丁啊 如果你抛开个人的感受 多想一想 我们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你就一定能从这种负罪感中 解脱出来 我真的做不到了 你们别再逼我了 爸 没事啊 爸 如果兰飞没有答应帮助志涵 咱们的斗争就不继续了吗 过来 好吧 我会提醒组织 我只是考虑小丁的要求 考虑小丁的要求 考虑小丁的要求 制作人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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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什么电话 怎么一个字都没有 阵长 这是郑泽民的藏身之处 要一个不留 我这就去办 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杀人 另外 你还有一个任务 请阵长明示 算是传统 这个阵长是一串的 可以去的 ゲーム 好 没什么 试炼 没什么 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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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以为你走了 做噩梦了吧 刚才好像睡着了 脑子女郎哄哄她 到处都是兰飞的脸 她一会哭 一会拿着枪 还有你 你在旁边冷冷地笑 我就叫你 我拼命地叫你 你就跑 你都不理我 我冲你冷笑 你就冲我冷笑 你不愿意我冲你冷笑是吧 也许吧 也许吧 你为什么从来不问我跟兰飞的事情 你 我为什么要问 她很爱我 而且是真心的 我知道 你知道 你是因为 利用兰飞感到自责对吧 如果那一天 我被她感动了呢 这是人之常情啊 这是人之常情啊 如果你不被感动的话 那反倒更奇怪了 你是真的不明白 还是转活动 只看你要我说什么 看着我 你告诉我我该怎么做 你已经做得很好了 我不知道有谁 还能比你做得更好 我说的不是这个 我让你说 丁止涵我爱你 我不许任何人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好 我现在就说 我爱你 我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你从我身边抢走 够了 你就像一个神父在说结婚誓词 我说的都是真话 是真的吗 是真的吗 跟别人念诗词 不是真的我能念吗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 我爱你 我爱你 如果有一天 我逼不得已 我逼不得已 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 你还会爱我吗 对不起你自己的良心 对不起你所维持奋斗的事业 对不起你所维持奋斗的事业 无论你做了什么 我都会爱你 绝不会改变 扎安 你一直在为这件事苦恼吗 以后不要再为这件事情苦恼了 好吗 你要记住 你是在为国家 为民族的解放做事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们已经不属于我们自己 我们连牺牲都不怕 流血都不怕 害怕失去什么呢 好 以后不要再为这件事情苦恼了 好吗 好 答应我一件事情吗 什么事情 你答应我 好 我答应你 跟我来 志涵 把门关上 好 志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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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爱你 但是爱你 爱我就够了 让我们俩为我们的爱情自私一自 我们没有权利这么做 你有 我们俩为我们的爱情自私一自 我们俩为我们的爱情自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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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